前往黎岛澎湖败票 国民党总统候选人 侯友一笑的开心 不止因为人气相当旺 也因为身旁有和郭台铭 关系友好的前立委 林炳坤陪同 至于本岛部分 有蓝营大咖来帮忙 韩国瑜前往逃源 固守军券票 陆战部分 国民党打出分镜合集 王津平更出手 判挺郭派都归队 接连两天和挺郭议长见面 前一天梅现身的 张化新议长谢典玲也出现 王津平出手整合 让谢典玲态度有些软化 但挺谁还得看民调 大概到25号 我会正式做一个表态 那民间听到的 其实大概在民调上 大家会希望做 弃民调三的 保民调二的 不是抽签的那个 抽签的那个 号码 接下侯友宜 全国会员会总会长后 王津平动作不断 判复制替韩国瑜成功操盘经验 将在北中南举办三场 破十万人大型造势 分别是23号台北凯道 24号台中大造势 1月7号高雄造势 也要复科 三场模式 其实侯康战力自己人也质疑吗 徐晓鑫前一天上脱口秀 就算现在国民党里面 女生比男生强 男生很多都是费渣 费物行的 侯友宜赵绍康 跟我比起来是偏软烂一点 尽管蓝营叛挺郭派归队 补强战力 侯友也极力摆脱 最弱母鸡形象 但如今自己人补一枪 也再被质疑 三十文章 我们审讯宣传台北才能报导